大家好,我是小杨 第一个版本的矩阵模拟了地球上的天堂,但它失败了 第二个版本的矩阵模拟了地球上的地狱 毫不奇怪,它也是失败的 人类拒绝和平,也拒绝冲突 后来先知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让人类选择出去生活 方程的这种变化为矩阵带来了近乎完美的稳定性 但是为什么失败呢? 对党师的选择到底做了什么? 欢迎来到小杨说矩阵 但在此之前,请你点那个红色关注按钮 红色要完正下方,正是视频开始的时候 为什么天堂矩阵失败了? 根据矩阵中的故事,机器最终指定的目的是改善人类生活 而人类则过着奢侈和懒惰的生活 机器则依靠体力劳动服务于人类 这最终在第一次机器人B166判乱之后发生了变化 这是一场为了自卫而杀死主人的大行审判 许多人类将机器人视为敌人,必须被摧毁 机器人逃脱毁灭,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城市01 之后机器成为了一个工业强国 向人类销售一些必须的技术 相信这种关系可以修复 机器人要求成为人类的一部分 然而基于恐惧和无知 人类行为并不那么容易被劝阻 人类向机器宣战 剩下的就是历史传说 理解机器最初的功能是让人类生活更轻松 所以为什么第一版的矩阵会是天堂 是有道理的 但根据特工史密斯和建筑师的说法 这种完美让人类的大脑无法接受 它是真实的 你有没有想过富人和名人是否快乐 让我们快速审视一下人类的心理 在文明之前 人类与为生存冲突而奋斗的动物 没有什么不同 自问一下人类的终极目的 我们为什么在这里 以及在人类创造语言和交流之后的目的是什么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生存措施的急剧减少 大多数人开始问 诸如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对很多人来说 为了生存而争夺食物和住所 不再是一个问题 所以他们开始担心存在主义 随着社会和技术的进步 出现了新的萧条 人类是这个星球上唯一有能力 质疑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的物种 我们不再需要像动物一样战斗才能生存 这违背了我们已经被编成为具有侵略性的本性 让我解释一下 我们作为一个物种仍然保留或进化 比如狩猎锻炼或战斗 我们的祖先专注于24小时的战斗才能生存的事情 但我们不需要这样了 他们没有时间做哲学之类的事情 现代舒适让我们变得懒惰 我们的目标被最小化了 一代人类相信他们已经取得了值得的一切 他们就会感到无聊 而无聊会导致抑郁 这是抑郁症和退休人员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为他们不再有奋斗的目标 大多数人讨厌体力劳动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他给了我们心理上的稳定 他让我们分心 一个没有目标和报复的人 可能会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 从而导致吸毒和其他极端行为的出现 他是逃避现实的常见形式 例如玩电子游戏 他们有助于创造新的目标而加以实现 对抗郁症和焦虑的最好方法之一 就是保持忙碌 并朝着任何目标 努力保持头脑清醒 大脑需要不停的运转才能正常 这就是问题所在 所谓的极乐巨震 带走了人类的紧迫感 他们不再需要努力实现任何目标 一切都给了他们 就像电子游戏中锁定一个无限的奖励 无限的生命 无限的食物 这让具有挑战的游戏变得索然无味 在天堂世界里没有挑战 只有舒适和无聊 存在的空虚增长 并最终瓦解对现实的感知 人类从天堂巨震中醒来 因为在某种程度上 他们需要努力寻找生活的意义 那么与之相反的巨震是否合理呢 巨震接着史密斯说出了这样的话 显然噩梦巨震也失败了 史密斯的说法也不正确 因为他没有给人类一个目的 无论人类多么努力的生活 只是不断的折磨 这就好像玩电子游戏 无法通关一样 如此多的痛苦将导致任何人陷入 生存危机 这表明 购物价师和史密斯 对人类心理的无知程度 人类不需要生活在天堂或地狱中 才能快乐 他们满足的是目标 因此先知将选择添加到模拟中 有机会改变我们的生活 变得更好或更糟 建立我们的目标 并努力实现它 以根据这些目标 做出好或坏的决定 这就是巨震模拟 与游戏模拟如此相似的原因 这是居民选择的结果 在巨震的第六个版本中 购物价师和先知 决定人类要么快乐 要么痛苦 而人类会为自己做出选择 尽管这种选择实际上是虚假的 微弱的 但是他们仍然对生活和世界感到好奇 这些质疑最终让这些人类看到了真相 这就是发生在尿身上的事情 尽管选择只是巨震世界中的一种错觉 这种保持与模拟有关的人忙碌的最佳方式 给他们一种目的感和一种在那里控制自己生活的错觉 在这一切之后 我们意识到我们的世界就是真实的世界 许多人就像尼尧一样 他们不再能上任他们的工作 任何形式的娱乐都无法将他们从现实中移除 他们没有目标或报复 只是在等待苏醒 这就是为什么构架时永远不会达到百分之百的原因 因为完全接受现实是不存在的 即使在现实中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